今天是蘸比亞的藥荒 撒補和膠帶 在西州的這個超市它對著這種菜 買了一個飯這些雞腿 然後還一吃就好乳喝就吃 就去我們的旅行 從利文斯坡去魯沙卡住的地方不遠 回到這個大巴站 到魯沙卡的話住大巴差不多五個小時 九點半出發下午五點到 八個多小時 八個多小時 兩百塊錢一個人 就是人民幣一百元 相對京巴布園和波茲瓦娜有點多 但是它這個都是唯一售價 因為它價格都是在上面有寫 一天有九萬元非常多 這是利文斯通到魯沙卡的大巴士監表 是一家很大的巴士公司叫做Salon 人! 人家做在工作自我 有半個巴士都移民 一人攔답 等了很久 终于出发了 分州的大巴永远都不会转世 原来是为了建教堂木君 果然在任何贫穷的地方 教堂一定都是最好的 现在是在去卢萨卡的一个服务区吧 里面景观卡在这里 进城的一辆车都进不去 出城的有车子可以过来 刚刚这一整段音乐不是我添加的 而是大巴上一直在放的 我们今天刚到这个在米亚的卢萨卡 今天在市区 应该这个地方应该算市中心了 晚上想睡觉吃点东西 但是很遗憾的是 市中心除了高楼 它电阶关了 这边也有几栋高楼 我们走了一条街 这边所有的小冰沫都关门 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为什么打烊那么早 他们不喜欢在外面吃东西吗 现在才6点15 6点15就所有店都关门了 现在终于找了一家地方可以去办了 就是深刻的这个土耳其烤肉 整条路上全部黑掉了 然后所有店都关门 前6点 简直难以相信 这边还是市中心 最真实最接地气的旅行故事 带你一起流量这个地球 更多精彩记得关注哦